前堂经杭州市地方有一个叫李武 这个人他喜欢吃泥丘 但是泥丘很难杀死 他吃泥丘的方法 不是一下子就把他杀死 他每次都将泥丘放在一个容器当中 用眼跟醋来喂食他 喂食就是用眼跟醋来给他吃 泥丘疲困到无法动弹的时候 才将他们剥杀加以烧烤 他说用这样的方法 能让眼跟醋入其骨 所烤出来的泥丘肉丝脆味美 后来他自己的胸部就患了这个燥热的病症 后来他的胸部就迷患这个燥热的病症 常常想要喝盐跟醋的溶解水 经常向家人要来喝 而且还说烧焦了烤焦了 赶快欢过来看看 他家里的人就将他的身体欢来呼气 一日夜总要上百次 一日夜总要上百次 到最后肉烂 肉腐烂了 肠也溃烂了 最后死掉 这个前堂礼物喜欢吃泥丘跟曼尼 他先用盐巴跟醋来喂食 结果他至于最后他也是胸部照漏 那必须要喝盐巴跟醋 然后一样说烤焦了烤焦了 最后胸部溃烂死掉 这就是因果不虚 那法师说琉璃网我们 以前也有在这个讲座里面提过 释迦摩尼佛他们的四家族 是被琉璃网灭掉的 琉璃网是个大国王 因为他妈妈莫利夫人 是 碑普的女儿 在印度里面的四个种姓里面 是首投的是贱民 在印度他这个种族 还是有差别待遇 所以琉璃太子在当小孩的时候 回去他的外公外祖母家去玩的时候 因为看到佛陀祭奠馆很庄严 他跑进去玩 脚踩到佛陀祭奠馆被管理人 呵斥他 他是被你支持 不能够污染这个圣地 那这个老法师说 这个在释迦埔有这样记载 他说这个也不是前世的因果 也不是在前世 而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了 后来四家族被琉璃网发兵 要发兵攻打 前三次都被佛陀挡下来 最后一次 琉璃网就不理佛陀 直接绕道而行 把四家族灭掉 那时候弟子就问佛陀 为什么他们释迦族会被灭掉 佛陀就讲 在无量节以前 琉璃网他们这一群 将士 那时候都是在畜生到 在一个遗址里面 的一群遗 琉璃网就是鱼里面的头目 就是鱼王 那他现在的这些兵将呢 就是那时候的虾兵 就是那时候的这些小鱼跟螃蟹 这些虾 那么四家族呢 那时候是这个渔村的移民 不渔的人 他们就把这个池塘的 鱼通通打捞起来 把池塘的水放掉 鱼全部杀掉 这一群被杀的这些鱼 与厌恨不灭 生生世世都记得要报仇 到释迦摩尼佛出书的这一世 这些鱼呢 他们转到人道来 那么这些鱼呢 也变成人 琉璃网这一组 所以老法师就讲这个 杀与呢 是无量解的怨恨 小小的一件事情 一挑拨就变成战争了 那释迦摩尼佛也想去阻阻这个战争 释迦摩尼佛也想去救他们的释迦祖 但是释迦祖曾经造过这样的杀业 那佛他有三不能啊 佛他第一个 无缘不能度 那第二个呢 众生度不尽 第三个 定律不可转 那释迦祖所造的这个杀业佛陀也没有办法 所以足足不了 如是因如是业如是果如是报 就不了 怎么欠也不听不接受 琉璃网一定要把这个释迦祖灭掉 所以老法师说 最后释迦摩尼佛他们的家族就有一些呢 从后面逃掉 所以他们的家族呢 释迦摩尼佛的家族最后逃到西藏 在后藏 以后就没有再回到尼泊尔这个地方来了 就在西藏那边漏户 所以金虹那法师说 释迦祖也算是中国人 也算是中国人 那法师说这件事情呢 是当年张家大师告诉金虹法师的 我们知道张家大师呢 他也是密教里面的一位大师 那么释迦祖这一整个组呢 后来逃乱的这个组呢 逃到后藏 告诉我们什么情形呢 然后法师说 告诉我们焉家疑解不疑解 什么样的怨恨都要把它看破要化解 佛仇就会焉念相报 记得啊 什么样的怨恨都要把它看破 佛仇就是会焉念相报 他说一定不能够跟人家结怨 这个是世界的现在最容易患的毛病 就是跟人家结怨 跟人家结怨丑 结怨的后果很凄惨 流离太子这是一个真实的公案 他要不是说当年他回到他 莫利夫人 莫利夫人他们的这个良家 就是流离王的外公外祖母 他回到外祖父的家去游玩 去参观佛陀祭殿馆 被管理人喝斥 说他是被你之子 这样侮辱他 流离太子的怨恨就是这样出来的 但是最早的怨恨 这只是静音啊 最演的音是在无量贼以前 流离王是当渔王 他现在的兵将都是纳所有的这些 他的遗嘱 他就是这些遗尺里面这些 这些鱼 他们当时被杀害的那个怨恨 那是原因 那是最早结的怨 因为你要他的命嘛 刚才我们讲过 所有众生所有动物 他们都贪生怕死 他们都要命 我们刚才讲啊 你就算是人 他 没有命的时候 他都想要求命 你要他的命的时候 他什么都可以给 功名富贵也可以放下来 所以老法师说 就知道 许愿的后果很凄惨 声声士士 多少事都不能够解解 我们看 这个慈悲善恋水灿里面 延翁跟曹措的恩怨 延翁跟曹措的结怨 在十四以前 在汉朝的时候 曹措 因为延翁向皇帝说了一句话被砍头 曹措找了延翁找了十四 可是这十四里面 延翁都当国师 他没有办法报仇 一直到唐义忠的时候 唐义忠 尊敬 勿达国师为国师 因为太师仪的问题 赐给他乘乡太师座 他因为起了傲慢心以后 傅瓦臣退开以后 曹措就可以报仇 这是池边三面水扇的由来 这也是结怨 所以生生世世多少次都不能够结结 一结一生 连活菩萨都无可耐火 连活菩萨都无可耐火 所以无量说 诸节里面讲 世间冤暴之事 互为祸害 既照业因 必结恶果 报应 虽不立即 显现 以当时 虽不临死 虽然当时他没有得到报应 但因果不惜绝当报场以后事 虽然当时没有报 但是 等到他胡报用尽了 后面就会受到果报 老法师说这个事情麻烦 这是 金工老法师在 净土大经节演义里面 508集的开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